欢迎收看闪耀北极星 我是华冠投顾刘彦良 刘老师 今天台股震荡之后中场小跌7点而已 那么接下来如果台股要挑战缺口 回补缺口挑战新高 需要观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再来是我说目前市场上的资金 你要往AI跟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么玻璃基板是现在全球各大厂 在积极发展的一个新的材质 有什么样的好股票跟着大家把握呢 今天节目很精彩 记得收看下去 来 各位看头影片 今天盘中回测五日线 只不过五日线是有手的 目前还是在多方掌控的一个局势里面 后续观察的是台美企业财报 以台湾来讲前三季的营收都公布了 接下来就是要公布第三季的一个财报表现 包括美国进入了超级财报周 那这里败重东西当然就是特斯拉 未来还有一些科技大厂会陆续公布财报 这些科技股的一些展望财测 都会对台股有一个影响性 我当然希望每一家不要像是ESMO一样 上修应该说下修上一季的一个财测的目标 包括对于下一季的展望也不是很乐观 只不过ESMO是受到三星以及intel影响 所以我说过它的财报它的财测不佳 对台股影响性是维护习维的 那么接下来其他科技的七雄 究竟表现如何将会影响到台股的表现 好的那台湾呢 目前来讲遇到上方的缺口压力 是23450跟23650之间 刚好停在缺口这个地方做个震荡 那么这个地方成交量也必须要补上去 才能够化解成一个有效的攻击量能 全国方向就是AI以及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台积电 之前两次的法说会之后变法会 但我说过这次不会 因为法说会前呢外资已经足足 买超将近是10万张左右 包括第三季的营收数据 也直接飞跃的财测的一个高标 所以除非它的一个毛利率 或其他的费用出现问题 否则它的财报绝对是优异的 这就为什么我们这次法说会前 特别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点 那么台积电也顺利的改写历史新高 最高到1100块钱 可是台积电也要短线上涨一波之后的跳空缺口 大概短线上都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所以我也说过这地方你再进去追台积电的 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啦 就算目前外资来讲 少值的看1300多的看到1500 1600 但是呢不代表说它一路的往上走 就像之前年初跟大家讲过台积电 今年的生长性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1080块这一天 请大家先出一趟压下来这一天利用跌厅板藏黑棒的时候 回补了重要缺口告诉大家这地方可以买回 就这个原因 所以一档股票趋势性向上 没错你从头部到尾可以 但是懂得利用一个行情波动跟个股的一个变化 高出低进 分成多次的一个操作时候 你的累积起来的总获利数字会更加的一个优异 虽然今天台积电是休息的 不过各位看到成交量是萎缩的 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震荡而已 并不是卖压出荣 那么GP200相关的供应链在今天表现 都有一些陆续的表现 也是这样指标股鸿海以及 广达 那我前面讲过了 以目前GP200供货已经比较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那我说这两间公司的估值而言 以明年获利来看的话 外资圈都普遍认为前波高点会越过去 不管是鸿海还是广达都一样 那么鸿海之前在220附近请大家做出厂 压回到 这地方我说过外资卖不下去 100 780附近都让你随便买 现在来讲回到200块以上了 我还记得东森联系的时候在科技日前问我说鸿海会回200 我刚刚说会 那我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了 那GP200的部分不管是B200或是NVL36 NVL72 目前三者全拿的就是他 那他也是成为挥打首批 首批出货的对象 首批出货的对象 接下来才是广达 那么其他厂商 现在第三名可是美超委其他的就要后面一点 那么从今年的收盘价 215块半到前高234块半 其实大概只差8.8% 所以涨快点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月搞不好就有机会去挑战之前的高点 好那从鸿海之外的 广达的部分也是我据前高来讲个时只差8.2% 那他在伺服器 AI伺服器在营收比重的 部分持续线拉高 只不过第四季有稍微缺点就是第四季 NB代工这一块稍微荡下来 鸿海本身有iPhone的一个出货新机出货不如预期 两者来讲 都是在传统业务上有一些 比较不如预期 但是在新业务AI伺服器上面是红薄的发展 所以在明年比重持续拉高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一个获利为什么反而会做上修就是原因 那么广达是 比鸿海 越过的所谓颈线位置 不过越过颈线之后也开始往上走 往上走 那这345应该也是历史高点 是非常的机会越过去的 好那这样公司的股本比较大 就讲是比较温吞大家不是那么样的 假设不是喜欢稳健操作的 喜欢婆婆一点的 可能不是无然人业 所以你要找寻其他的GP200相关供应链 那 从广达身上你要想到就是我们年初 从4月份到现在带各位一路的 追踪操作的成名店 除了很简单 他过去来讲做是机壳零组件嘛 大客户有广达伪创围影等等 好那从传统的 零组件也跨到整个机柜相关的一些零组件 的部分 所以他的一个营收冲上来了 利润冲上来了 那反而也大幅的去调整他今年跟明年的所谓的 获利的估值 大家看到他股价已经领先创新高也是持续性的创新高的一个动作 对吧 好再来呢 贸联部分 那以台湾来讲话 拿到高处 连接线首批认证名单是贸联 后面加币企业通过认证 不过贸联人是主要的出货对象 那在这一天超级大黑K 打到电梯板的时候东升联系问我说你觉得 贸联会就此结束吗我说看隔天 隔天只要不再往下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说过他的业绩掌握性就我目前掌握的是没有问题 所以当时在东升也跟全国的观众朋友去聊分析到了帽联 结果看到 慢慢的把这个黑K棒吃掉再创下波段新高了 除之外呢 载版的厂商在去年来讲是一个低谷期啊今天开始做复苏 那么载版三雄里面其实有两家已经拿到了 所谓的这个GB200相关的ABF载版订单 当然目前来讲还是以日本的这个易斐店 就是EBEDENT拿到主要的一个部分拿了7成 那他的良率大概比台湾厂商高15%左右 那一方面他也是因为他有从 日本这个未知数 做未知数的这些公司未知数里面拿到关键的一些材料 就使他良率来讲表现比较好 那他外来讲台湾厂商有没有机会从上面分得更多订单 就像 伺服器代工来讲他也不会把GB200全部给鸿海 也是一样鸿海 广达跟其他公司去分美超委跟其他公司去分 所以其实他们会用使用多供应链的一个方式 那一方面是要确保说万一 某些厂商出问题之后其他的供应商可以做填补的动作 因为他也是透过分散的供应商 来让利润降低 否则一家公司 独拿你的供应链的话他对你的压力就很大 所以我说如果 灰达哪一天被 那个反垄断的成立化要罚款他已经叫供应商 供体时间减少利润 但是他绝对不敢砍台积电 因为什么 他今天目前台积也可以做 那个Intel三星做不出来 对所以他是没有一家能力的 好 那么星星来讲的话 跟南电被打错的是星星 星星来讲但目前拿两层订单 那股价这地方试图做一个W底然后大家紧线有没有越过去 那形态比较好的是紧缩他大概只拿到一层但是他形态上比较优异的 那这地方来讲下降压力线这根做突破是有机会向上走 那么载板大概今年开始复苏后需要看一下明年业绩有没有机会做一个回温的一个动作 大家可以持续性的关注这个产业 好在今天的重点就是讲 所谓的一个玻璃基板的部分 那只要从 前面开始来讲从原本的COVAS后面来讲的是FOPLP 后面是CPO 那现在开始去往所谓玻璃基板 那其实玻璃基板他也不是一个单纯他自己就是从一个玻璃基板而是他要导入到 面板散出型的面板及封装FOPLP里面 如果你要让他整个一个 目前从成熟制程跨入到 先进制程的话只能从这个角度做着手 那么是透过来讲把中间的细中介层改成所谓玻璃的部分 因为他的物理性质比较佳 但是玻璃是不导电的 怎么让他导电呢 就是把他挖装洞 把他穿孔 穿孔之后再埋通线 埋一些导电材质进去 所以你要穿很多很多细小的孔 然后让电通过去 这是让 他的一个什么玻璃可以变成导电的一个关键性 那这是东西来讲他传统的 PCB的这种 所谓数值相关的是不同材质所以就称为什么 抑制整合的部分 这是要提升 从那个要提升摩尔定律 他知道原本的晶片是 2D封装就是往横的走 但是呢 你觉得东西轻薄短小PCB不可搞那么大嘛 里面放都越来越多怎么办 既然横的不行就被垂直跌上去 外来讲全部跌在一起 外来就全部跌在一起 那所以第1起来讲你要穿过很多层 所以整个穿孔技术是相当之一个重要 好 那么跟传统的有机材质基板相比的他的整个 生产难度是比较高但是 不得不做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号 传出信号比较优秀 那他整个一个耐热的材质性质比较好 就是传统有机材质基板到一定的一个承受热度比较不行 跟包括他容易会 翘起来啦 翘起来之后影响到整个一个 导电性跟这个良率的问题等等 那这部分来讲就是要靠 玻璃机板去取代 可惜玻璃 最大的败点是什么 相信你也很清楚吧 易衰 所以这个穿孔的时候很重要 要穿得非常的精密又精准 可是呢 问题是现在越做越小 他有的空间很小所以你要穿得越来越小然后距离又很近 就更容易破 这就目前最大问题了 所以外来讲的话也要从TGB 的这个能力去着手 孔穿得好才会有后续的发展 那目前大家知道的 机缘代工三雄 包括像一些 一些科技厂商挥达 或者是像超伟等等其实他们也都在想办法去突破这个部分 就连苹果都在研究了 苹果都在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要想办法 突破现在的一个技术 好那前来讲的话 我说在 玻璃里面就是看政达跟所谓的这个 安可嘛 那在设备里面的有一间厂商叫 月城他是台湾目前最大的玻璃基板薄化 这玻璃基板的东西已经在用了要哪边各位 那个显示器上面的手机上面里面有块玻璃 其他的厚度还是比较高 可是呢你不需要再更多更薄化因为各位 就像AI晶片好了他的 体积这么小 你不能用原本厚的玻璃啊 你必须把玻璃再更薄化 所以玻璃薄化技术其实就相当之重要了 他的成本一定比较高 但是呢因为AI晶片的利润够高所以他是可以接受的 反之像面板来讲只要 够薄就好了 不管是电视或是你的这个 笔电萤幕啊或手机萤幕 他的玻璃薄化到一定的程度够用就好不需要再往下 因为再往下成本太高 他们利润就不大了 好 月城在这一块的一个技术未来可能就很有机会在玻璃加工这边获得一定的一些业绩的支持 因为我来讲 我说过台积电 最近这几年的政策就是他要走向台湾对 东西可以用台湾的就用台湾的把钱留给台湾人自己赚 好那么另外他有一个小秘密啊他持有很多张的台积电 这是当时跟大家分享月城的时候所讲的嘛 那股价的地方也顺利的突破颈线 昨天量的涨停之后今天一口气突破颈线也又再次的拉到涨停板 联合拉尔 来他在今年7月9号公布了3月到7月 大概这 4个月的 期间 取得台积电大概740张 这部分会更新掉到第3季的财报 所以目前去看 看上面来讲他不是最新的看你的软体来讲不是最新的 因为他是每一季更新一次 只是他 每个段时间他要先做一个重大讯息公告 各位他的均价是1013块是有点高啦但是台积电现在来讲已经差不多在价格了 所以他已经变赚钱了 那台积电真的往法人讲的12001300150016 他会有一个所谓处分利益 可以认列 再来是各位你知道对台积电有多厚爱吗 各位你知道有多夸张吗他拿了总资产 29.55% 他不三成吗或是用业组权益来看的话占了三成 拿三成资产全部砸台积电 你觉得很夸张吗 所以他是其实虽然你看他持股比例没有到 很高啦 大概 千分之0.0.0 千分之2.8 千分之2.8而已 台积电本身太贵了 可是你要辞到台积电730张也不是一般公司可以办得到 所以他对台积电是一个非常之催崇 那我觉得他也是想 借由这个方式 看有没有机会搞不好就在台积电 注意到自己 未来台积电在这一块的部分 想到 玻璃薄化的时候搞不好想到了月城 当然是我们 做一个推敲动作啦 实际上没办法证实 但是呢 只要想到这一点他透过这个方式跟台积电搭上了桥梁 那未来就算他们拿到订单 搞靠台积电往上涨往上冲 随便卖随便赚钱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块台积电在创新高的时候 持有他的 未来就准备什么处分利益嘛对不对 好再来呢目前TGV的部分啦台湾的比较走在前面厂商应该是属于泰生 他自行开发出TGV的这个玻璃 玻璃通孔的一个设备 那同时他在今年来讲开始组建了玻璃基板大联盟 找一些厂商一起来 那就为了来讲希望 来讲就是针对这一部分把台湾对齐而起来之后去拿这个订单 不管是你去拿台积电的 Intel的三星的他们大概是2026 2027产品陆续续有机会推出来 现在现在先把你的实力先养好 团队先组建好到时候就可以打一个群体作战 好那泰生来讲的话 这地方也面临到个景欣的位置 这地方是有机会做突破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他也是 Intel目前在台湾一个唯一合格认证的这个 定将相关设备的一个厂商 所以他跟Intel的这个关系相当之好 所以未来假设是Intel玻璃基板先搞出来那对于他的设备 采购量应该是 可以值得期待的 好最后有没有新的厂商在弄TGB的甚至技术有机会比较更好的 有 所以台湾有间厂商 他 本身做PCB的又做半导体的 然后呢他从工研院 已经寄转了 新的技术 那也拿到一笔这个研发的费用 同时他还找了 其他厂商没有上市柜的一起来弄一个 他们这个TIC 这是谁 6658的联册 他本身有做PCB半导体和增化设备 重点是他跟工研院合作 高升宽比 玻璃基板先进行封装 什么叫高升宽比 升什么 他的一个深度吗 宽什么 直径吗 为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现在看一下他其实已经领先泰深 突破所谓的这个W的部分开始往上走 冲上去之后拉回量缩 今天重新往上攻盘中量增长停板 是非常机会创新高 因为他的东西我认为竞争性更够 为什么 不是因为工研院三个字啦我们来研究一下为什么 就是他的东西 就更具备竞争性 各位 3D晶片堆叠越来越多 所以呢 他排得很密所以你的孔洞 你要穿过去从头穿到尾 东西越跌越高就穿得越深 对吧 可是呢晶片越来越小 你们提到留给你的空间 限宽距离越来越短 已经越来越短了越来越小你还有打得深其实这东西 很难做啊 所以能留给你的孔径 通电的孔径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所以呢必须要什么 要什么高深宽比就是你深度要很深 但是你可以打得很深但是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很大的一个直径 就好像我们盖房子你往下打地基 你要不懂你的腹地地平越大可以打地基越深吗 假设你地平不要那么大可以往下打到什么很多层 多弄一些停车场 这样不是更赚钱吗 懂吗他就是其实 在有限的地基上面能够往下打更深 这就是他的优势在 那传统是干湿搭配的制程 这个圣框比大概15啦一般是10 15已经是极限了 但是现在改用的就是 研究是用全湿式制程 这个AR圣框比可以到达15到30 所以外来你在3D晶片再继续发展下去 终究有一天 传统的方式不行的时候你就要靠这个 新的方法了 对不对 另外呢他的一个金种层的成绩率高于7层等等 包括他可以省一些设备成本在省5层 所以这东西工业院研发出来之后现在 联策在跟他跟工业院 的计转之后开始往这块做发展 那联策当然跟所谓的这个成霸超特 历程管理等等共同跟工业院这个计划 交这个计划 那联策大概负责第1个就是玻璃 附着层的开发 然后他用的是全湿式的镀膜设备 再就是他有做什么 玻璃金属化跟填口电镀 那玻璃会知道他不是金属不会通电 所以为什么挖孔之后要弄铜线 弄一些金属材质进去才可以导电 所以他是负责这两块的地方 负责这两块的地方 来所以呢为什么 联策 我觉得除了泰晨之外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这间公司 那我们锁定做其实也蛮不错的今天盘中涨停 收盘没有啦主要是因为这一根套料稍微大一点点 可以额先套麦压化减 可是各位看到拉回亮缩今天重新转强 突破仅限之后呢合理震荡之后再往上走就很高 重点是他的设备 的一个技术性我认为是目前 走在前端的 所以玻璃基板如果使用到TGB的话 他就极有可能 会是一些厂商的首选 这大家所要关注的一个地方 好那大家看到我们 特别针对玻璃基板跟他做了一个很深的研究跟分享TGB的部分 其实你透过很多的一个公司研究可以找出真正有竞争性的公司 跟找到针对有爆发性上涨前例的公司 所以呢台股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投资好机会 还有很多的好公司 准备要向上 整理结束准备要发动 那么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想要把握接下来抵不起的好股票的好朋友们 赶快将我们赖小组10大8888 这节节目就在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最后祝各位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华冠头部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部111 金管头部新次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